兄弟们2550在华强北这边拿下台13PRO128G的啊 OK兄弟们然后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了全亚洲最大的二手机TVD华强北的飞扬市场啊 然后今天身材带你们去看一下iPhone16发布以后 13PRO这款进行现在在华强北拿货到底需要多少啊 来出发 好那么初次来到华强北这里的朋友啊 可能会觉得这里很神奇 你们像这些手机一台大几千的手机啊都像市场的白菜一样 摆放在这里让我们随意挑选 但是在这里我要给你们提个醒 因为这里二手机的水比较深 你们小白的话最好是不要自己来这边淘机啊 好接 14PRO128的有没有啊 我们看一下吧 虽然iPhone16已经发布了 但是13PRO这些型号啊 在市场这边还是挺缺货的 就看这一台 然后我们在市场自己来淘机的话 第一步啊就是要把这手机的一个外观层次给过好 屏幕的话是一台手机最贵的硬件 我们要检查这台手机一个整体触摸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屏幕的触摸损坏的话 那么整一台手机的屏幕是需要去更换的啊 然后有很多朋友啊 可能就说啊都已经2024年了 现在入手这台手机啊 它到底会不会过时啊 我可以很明确跟你们讲 肯定是不会的 就光13PRO它这一块120Hz OLED高刷的屏幕啊 像今年的iPhone16G2款 它都没有搭配一个120Hz高刷的屏幕 你说现在入手这台13PRO啊 它会过时吗 不会 而且这个相机方面啊 一样跟iPhone15都是搭载一个直5倍的长焦 还有这个0.5倍的超广角 虽然在相机配置上 13PRO依旧是只有一个1200万的后置三色 但是成像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不是 我的天哪 而且最近有很多朋友啊也是来问我们 拍短视频还有直播 到底是推荐什么手机好呢 我们基本都是会推荐它入手这个13PRO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用了一台13PRO去进行一个拍摄 好 姐我本来是要两台的 那看了好像只有这台橙色比较可以 这台多少啊 没法少了是吧 行吧 这就是在市场的一个比较真实的行情啊 这台就给我抄一下了 兄弟们2550 在华强杯这边拿下台13PRO128G的啊